Hello大家好,我是光 现在聊一下现在的行情 比特币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健康的回调 从47000跌到了45500 目前的话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在短线上 但是啊 但是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入手的价位了 当然如果你要是做高倍杠杆的话 你需要等一个右侧形态出现 但是一些现货和低倍杠杆 我觉得这个价格入手也还不错 当然你可以等 你如果特别有耐心 或者是觉得它可能会跌得更低的话 也可以等到45000以下再去买 因为像44000 像是44500啊 包括44000这些价格的话 它其实是之前这轮震荡中的一个顶部区间 有可能会跌到这里 当然也有可能跌不到 因为你做合约啊 做交易 它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特别好的机会可能不会出现 当然你如果能等到的话当然更好 所以说这是一个看自己如何选择的一个过程 但我总的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价格入手也还不错 就是你在机会和风险之中平衡的也算是个比较好的点位了 所以说我认为一些现货和一些低倍杠杆可以考虑 当然如果你的止损承受能力比较小啊 比如说你如果你在44000附近你承受不了损失 那你也不要开 你可能需要等一个右侧 或者是等一个更低的价位 因为更低的价位你的止损的控制的幅度就很小 因为现在如果下跌破了44000 这里基本就可以正伪这部行情 就这轮多头行情可能就不是真的 而这是一个假突破 就是这轮突破是假的 如果要是能跌回44000的话 那我们就之前的多头思路就被推翻啊 整体的逻辑就被推翻 但总的来讲以我的经验 因为这是一个两个月啊 两个月的震荡区间中走出的一轮多头取胜的信号 通常来讲 它是庄家控制的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像比特币现在的这个体量 想控制出这么大的一个涨幅不容易 不是一个资金 不是某个桩能做得到的 当然一些小时限级别 或者是分钟限级别 15分钟限级别 出现一些假突破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 那这么大的级别啊 而且走了两个月的震荡 出现一个突破 它是绝对有非常强的说明 说服力的 就是多头行情 已经走出多头行情了 虽然说它回调了 而且回调的幅度不小 但我依然认为它是个多头行情 这就是我接下去的操作的核心 我在这个位置 我会去布局我的一些低背杠杆 我已经会开始搞 那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总之这波回调是比较健康的 我上一个视频有跟大家聊啊 就是如果你做合约 你一定要等波回调 因为我认为涨上来 信号太明确 会造成多空比失衡 一定会有个回拉的 目前看来之前涨上来 多空比一度达到了60% 然后呢 现在跌回来 我看多空比现在已经回归了 基本上现在空头 还比多头要多一点 那我觉得已经比较安全了 所以说 因为这个已经出现了 所以说 现在坚人坚质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想法 当然它不是一个 投资建议 可以是大家参考一下 思考一下嘛 对吧 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 反正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思考一下 好的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会根据一些行情 比较重要的节点 可能会聊一些 聊我的想法 谢谢大家